嗨 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一期呢我们要讲的就是 大家呼吁了很久很久 然后呢众望所归的一期 教辅书的挑选指南 这一期呢是上 因为我估计这么快是因为辅导太多了嘛 不可能一期做完 所以说我们第一期先来讲一讲 挑教辅的原则以及数学具体 有哪些教辅比较好 那上一期我们说了我搬了家 然后呢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我总共有哪些教辅 进入第一个阶段 教辅总览 最上面呢好像是我的英语辅导书 然后这边都是 关于课外的一些英语的资料 这边是数学一些 比较课外的东西 然后呢这是数学的一部分辅导书 因为还有一部分已经被我拿出来了 然后呢这些应该是 政治的辅导书 这边是语文 那这个是历史 还有我的笔记本也在里面 这边是地理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些 那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第二个部分 好先调整一下这个相机 好 现在进入第二个部分 就是本系列的总览 因为我其实是准备每一期都给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还有哪些没有讲 但是一直都忘记了 就是说今天补上来 这是我们第一期的那一幅图片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准备篇工具中的教辅这一期了 然后呢其他的东西还要给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以后都会一一讲到 好 现在我们正式的开始讲一下教辅挑选的几个原则 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的地区和版本 因为有些同学还是还没有加入全国券 那我觉得曾经有人问我说 到底是应该用当地的呢 还是要用全国的 我觉得如果你是特定的省份的话 一定要用当地的 然后就不要用全国券 因为真的差别还挺大 因为我前两天做了一下上海今年高考的那个政治券 然后我觉得和我们全国券东西确实差别还是挺大的 所以说请购买你的地区的一个教辅书 然后这是关于版本的问题 就是有些地方可能刚刚高考改革嘛 然后呢高考改革以前的版本就不要用了 就算你现在还是一个试验阶段特别新 可能教辅还没有处得特别齐全 但是我还是建议一定要用适应高考改革以后的版本 就与我们全国券来说吧 我们今年好像就是把语文的那个阅读 从二选一改成了两篇都要做对吧 我觉得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调整 它的教辅上面的一些题目的选边 以及你的答题技巧都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说呢关于整个 如果你说你整个地区都改革的话 那一定就不要用原来的那些东西了 第二个也是很多人问我的 这是关于教材的新旧问题 因为确实在高考完了以后 有些教辅还没有出新版 然后现在买旧版呢 可能又觉得题目很旧 那就是问我是怎么看的对吧 第一个我的问题就是 我觉得其实无所谓 只要年代不是隔特别久 如果只隔了一年 比如说你现在写2017年的 而不是2018年的话 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 因为这些题目说实话 真正有时效性的题目就是高考真题 模拟题的话其实都差不多 当然有一点一定要提出来 这是改革的问题 如果你的这边的正义门课的高考 已经改革的话 那请买最新版 如果没有改革的话 你手头有旧版的话 就不用再去买新版 旧版接着用还是挺好的 好第三个就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部分 因为我和很多人在这一个点上面的看法都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关于买同步还是买高考的问题 因为之前也有人问嘛 就说我做的教辅书呢 到底是要推荐同步的还是要推荐高考的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推荐的教辅书大部分都是高考的 虽然说我才高一 但是我个人用的高考资料 还是比同步资料要多很多 因为我个人认为 我们高考最后还是要面对那张卷子对不对 然后很多同步的资料 它会过于强调一些细致末节的地方 那种东西在高考根本就不会出现 所以说有些时候不是很有必要 特别像文宗这种科目 它也不是很难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一步跨越到高考的难度是可以的 当然像数学这样的科目 我觉得还是可能需要一步一步来 所以我们今天推荐数学会有一些同步的 而我觉得语文呢 英语以及文宗 我觉得都不需要 你都可以直接做高考版本的东西 所以说我今天的推荐呢 会以高考版本为主 当然今后推荐也是以高考版本为主 但是我认为高一的学生也非常适合这样的教辅 这些教辅都是我自己做过 然后我觉得问题不大 所以说才会推荐给大家 如果说跨越前的有难度的话 我肯定也会给大家推荐同步的教辅书 然后我的观念还是这样 就是我们做题最终要做什么题 最终要做的最重要题就是高考题 那由此延伸下来就是和高考比较相关的 和高考比较贴近的 然后呢顺应高考而排出来的 边排出来的那样的题目才是值得做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选择教辅最重要的一条原则 好然后我们第四条要谈的就是零零种种的状元笔记 以于一些状元以于一些笔记的品牌 那第一个就是说怎么看待状元笔记这个问题吧 因为现在可能大家知道就是淘宝网上有很多打着状元旗号的那种笔记啊 还有什么打着恒水中学的笔记啊 或者说是一些就是感觉不是大的教辅不饥饿 而是一些可能就是一些网络平台自己编出来的一些书籍吧 那我在这里也不点名 因为你们直接去淘宝一搜就可以看到一大批 还有很多打的是什么 手写笔记的那样的名号去卖笔记的 那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 因为我说实话那个笔记编的确实蛮漂亮的 然后它的因为淘宝网店嘛 它的售后服务给你感觉也很好 各种花里胡哨的什么小礼品啊 或者说是什么关心你啊 或者是给你写的那些一封信啊 都觉得很贴心 但是说实话我个人觉得产品的话 我们还是不应该买那种就是所谓的状元笔记 怎么说呢 我觉得真正的状元它的笔记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特别是那种它的学习方法让你耳目一新的状元 我觉得很好 但是这个市面上大部分的状元笔记都不是状元写的 都是就是一些人编排出来打状元旗号卖的 那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说呢 就是它的东西并不是经过了严格的考证的 就以我个人为例吧 我曾经好像就是买过一本状元笔记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就是这个 它就是打着状元笔记的那个名号嘛 然后个人就发现了很多问题吧 第一就是 它的编排确实很漂亮 大家有没有觉得 我反正觉得比大部分东西颜值要高 但是它里面的内容真的感觉 我的感觉就是说 可能是从53啦 这种地方抄出来的 就比如说这些什么东西啊 就是并没有很多原创的东西 而是东拼西凑 然后那么凑过来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 又由于它并不是专业的教父编写机构 所以说呢 它还是会有一些错误 就比如说我自己的这一本里面 错别字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如 大品牌的好 那第二个还有 我特别特别不建议你去买 状元笔记中的那种数学笔记 特别是手写那种 我曾经买过一本 我个人觉得 这种东西你买一下文宗都算了 反正就是看一看嘛 那如果买数学的话 真的特别浪费你的时间 数学我觉得 是特别重要的一门课 一定一定一定要买大品牌 那 对于这些状元笔记 它还有个很大的印象 就是它的笔记不全 因为 买状元笔记挺多的 我周围同学也有很多都买了 然后我也借过来看了一下吧 反正就是 我看过一本历史的 它的那个笔记呢 它笔记抄的内容 还没有我超的权 更不要说和那些 所谓的 专门的那些机构来比了 所以说我觉得 它其实就是 以一种非常良好的服务 以一种 非常高颜值的外表 来吸引你花钱 如果说它真的那么好的话 为什么它不会大规模出版 为什么它只在淘宝上卖呢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 买状元笔记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眼睛 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好 以后我们会推荐的 有一本比较好 但也是我用过很多很多以后 发现它整个系列 只有那一本好用 其他都很不好用 但是还是 不代表要一棒子打死 但我个人还是认为 不要相信什么 状元这些旗号吧 因为学习 还是一个自己的事情吧 编写状元笔记的人 他永远没有那些 专门编写的老师专业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 关于品牌的问题吧 因为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这些教服呢 基本上都是那些很常见 然后大品牌的一些教服 所以说我发现 教服的品牌 对教服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要买那种 首先它肯定是在正规出版了 就是说你的书店 能够买到的 第二个呢 就是 它的一系列产品 是非常完善的 比如说我们比较知名的 就有 53的那个系列 还有必须要提 就是67 应该它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好像是 万言众望吧 那个一个系列 还有就是 天心教育这些系列 我觉得这样的一些系列 是比较有保障的 当然那个地方卷 可能不太一样 我就没有什么用过 那有些 新的教服 我个人感觉 教服说白了 还是互相抄来抄去嘛 它还是从这些 比较权威的教服抄过来的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到小白鼠去尝试它 第五个想讲一下 教服的分类 因为这个 对于我以后 推荐教服 还是有一定的 那个辅助作用 所以说先讲一讲 如果我们按 同步和高考来分的话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高考就分 一轮二轮 以及最后的试卷 然后同步的话 就是 同步的一些讲解 然后练习 还有一些试卷 那 我个人不喜欢 这样的分法 因为我觉得 它不是按一个 类别分的 只是按一个时间来分 而我个人 完全摒弃了这一段 还有一种分法 就是教服类 就是比如说 大家用的比较多 可能教材帮 或者是那种 玩后熊学 我一本都没有用过 我看别人用过 那种应该就是说 根据你课的内容 跟你安排讲解 然后后面 有一少量的题目 还有一种 就是练习类 就比如说 像必须要提这种 一整本全部是题目的 还有一本 就是总结类 总结类就像 比如说 什么所谓的 什么什么 知识大权 那种 就是全篇 只有 讲解一些 以及一些 应该说是非常 概念性的东西 然后并没有题目 以及题目的分析 那种就叫总结类 还有一种 就是综合类 比如说以 五三 还有六七 为代表的 就是既有题目 又有讲解 还有归类那种 那我觉得呢 这个肯定是 可能你每一个 都需要有一本 教服的话 你不一定会有 但是其他的 我觉得应该是 每一个都有一本的 因为有些内容呢 总结的可以替的教服 我们后面也会在 具体的科目的 讲解里面讲到 那第六个 还是挺重要的 就是关于试卷的选择 因为到了最后的阶段 我们肯定会买 各种各样的 真体啊 或者是模拟体在做 那对于试卷的选择 我是有这样两个原则 第一个呢 真体的卷子 肯定是要买的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而且真体卷子 肯定你也不会只做一遍 做一两遍都可以 所以说你可以买 两套 或者怎么样 反正我个人就是有两套 一样的高考卷 那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模拟卷的选择 首先呢 模拟卷我个人觉得 比较好的就有 那个 比如说 金考卷的45套系列 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必须要提 它出的必须要卷 那我们说的这个 选购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一定要买往后出 就是靠后出的 靠后出就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以必须要提为例吧 它最开始会出一个42卷 就是第一期 就是有42张卷子 42套完了以后呢 会出一个12套 信息12套 然后呢 12套完了以后会出一个6套 6套完了以后再会 出一个合集 就是美门课 都有两张卷子的一个 冲刺的最后一套 那我做过他们的卷子 我的感觉就是越往后面 它的质量就越好 而同样也是 金考卷也是 金考卷后面好像也有很多 冲刺卷啊 什么考前压题最后一卷 越往后的卷子质量越高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要做的话 你可以 比如说高考完了以后 学长学姐都会卖辅导书对吧 你就可以低价收购过来 就收那些最后阶段的卷子 它的质量都是比较好的 因为那个已经是属于 就是说 最后的考纲已经下来了以后 改革的东西都已经改了 然后再编出来 然后最后的时候 也是挤很多很多老师的力量 编出来 而不是东拼西凑的卷子 然后呢 卷子的质量确实还是差别很大 我个人感觉就是 B刷卷系列和金考卷系列 它的卷子还是比较良心的 然后当然还是分科目 但我们以后会在 具体每一科书会讲到 那我们现在呢 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吧 应该叫 就是关于数学的教辅的推荐 然后呢 还是按照我们之前这个分类 我们先讲一下 我怎么看待数学教辅吧 就是我个人认为呢 数学教辅可能是 非常少有的一个 需要用到同步教辅的地方 所以说呢 我准备了三个我用过的同步教辅 给大家测评一下 好 第一本就是这个 重要年手册 我觉得 可能大家没有怎么听说过吧 这本书和那个 教材帮 以及王后雄学案 都是一个系列的 就是差不多类型的 这本书在湖北 因为我是湖北人嘛 就是应该可以叫做人手一本吧 那为什么要推荐这本 而不是那两本呢 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讲一下 教材帮这本书 我周围有同学用 然后呢 我观察了一下 我不喜欢这本书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太厚了 就是字太多 东西太多 然后看不完 然后呢 王后雄学案 我觉得好像也是用的比较广的一本 我觉得它的问题就是 有些东西比较偏门 就是不太 常规 就是一些难度 梯度 不是很明显 而且我之前在买东西的时候 我也在知乎那边搜过嘛 然后最后感觉就是 王后雄学案 可能不是很适合所有人 所以说我就没有使用那本 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是个什么样子的 这本书好像都被我写得乱七八糟了 可能就 目录就是这样的 然后告诉你以后 每个要点会分出来 前面呢 就是一个 关于概念的东西 我就是觉得因为有了辅导书嘛 所以说我就不用做笔记了 我就直接把它花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会配一个立题 有的是高考题 有的不是高考题 就是讲一个字典 配一个立题 这都是比较常规的部分 然后到后面呢 会有一个提醒方法促展 就是讲各种各样的考点 它怎么做吧 它的一个方法 然后对 然后呢 就分考点讲方法 然后完了以后 这个地方还是挺好 就是一错误区警示 就会跟你搞一些 反正这种题目 就很容易错的那种题 专门给你练一下 最后这个部分呢 就是高考题 就这边全部都是高考里面 比较典型的题目 然后呢 结束了以后 后面就是一个练习 那这本书它有一点 就是我觉得它 我们下一个练习的东西 我们下一个练习的东西 我们下一个练习的东西